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古以来 鹰爪以攻击成尊 铁布山以防御为王 武林中并无一人可以兼容两家之城 然而在名神宗年间 江湖中却出现了一位大才 此人天资超绝 在纪元巧合之下 竟然同时练就了两项绝技 成为当时武林中实至名归的第一高手 老人传有三名弟子 二十年后终于驾赫西去 三名弟子随各府前程 五威大将军萧如风 独自在京城悬逛 突见几名豪客 将一名中年汉子围住 意图抢夺对方手中的宝刀 萧如风身为正四品 御前大将军 武功卓绝 号称京师第一高手 对武术极为痴迷 当他看到那名中年汉子 招法娴熟 出手干净利落 显然出自名门 于是带他打退那几名豪客后 上前攀谈 二人甚是投机 于是互道姓名 那汉子 名为胡龙 自称学艺于川南 武功得自家父 如风当即问道 胡兄如此伸手 何不投军报国 为国家出力呢 胡龙则表示 自己无门无路 哪里会有人收留 萧如风笑道 如今兵部尚书 刘公公奉旨 招募天下豪杰 扩充兵远 阁下何不跟我前去应征 以你的身手 自是前途无量 胡龙大喜 于是跟随了萧如风 来到刘府 刘公公身为兵部尚书 对武学 亦是深有研究 他见胡龙 根骨惊奇 身体强悍 于是起了爱才之心道 胡壮士 可愿意跟本府 走上几招吗 他见胡龙没有异议 于是出拳挥去 二人来来往往 占有三十余招 胡龙早已落入下风 被刘公公一掌击倒 身子翻滚了几圈后 就此不动了 刘公公一惊急忙上前 他怕误伤好汉 急切之间 去不曾想 那胡龙 猛的一个龙跃鱼也 手腕倒转 手中那柄宝刀 直插入刘公公心口 紧接着 他身形倒退 轻飘飘的 飞上了墙头 萧如风惊惧之下 无心追赶 花芒俯身 查看刘公公伤事 可刘府卫士 早已将他 位在核心 领头侍卫高贺道 大胆萧如风 竟敢行刺 朝廷二品大员 给我拿了 如风不愿反抗 他亲眼目击凶手 就是胡龙 当然可以在刑部 将此事说得清楚 可就在压界的路上 却有刑部官员 手持刑部批文 拦在半路 执行官一脸阴沉道 罪犯萧如风 暗杀兵部尚书流行 证据确凿 奉刑部尚书崔大人之命 特将此恶贼 就地正法 这人也不多说 挥手之下 工人们一拥而上 直奔萧如风而来 如风心下一梁暗道 刑部竟然不设公堂 定是怕我在堂上 说出真情 看来此中另有秘密 既是如此 如风则能束手就擒 他将身躯一扭 双腿旋转之下 将身边的差人踢开 随后 借力飞上了路边的屋顶 一转眼 已经不见 刑部尚书崔汉 年近七十 可精力十足 他眼中还忙四射喝倒 已经三天了 你们这些废物 连一个萧如风都抓不到 还想不想要脑袋了 速去拢夕 调沈月进京 近五年 刑部最棘手的十三宗大案 均是由沈月破获 此人办事效率之高 洞察力之强 早被整个大明官场所称道 秦岭大跋山 地势险恶 萧如风踏着稳定的步伐 沿着鲜为人知的蛛丝马迹 追寻着狐龙的下落 他好像一只激井的猎犬 已经感受到猎物 就在不远的地方 果然 狐龙就在不远处 长风标局之中 在西北一带 狐龙人脉极广 长风大标头 派着胸脯担保 定会让来人尸骨无存 七宝客战 一场大战 萧如风以一抵摆 挑了长风标局 并在野猪里追上了狐龙 狐龙武功远不及如风 且胆怯之下 更是畏手畏脚 没出十招 已被如风擒获 萧如风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道 跟我回刑部对峙 可就在这时 一道红影自天而降 沈月已到尽前 他一招击对萧如风 却并无得意 依旧面无表情地说道 刑部沈月 你二人跟我走 他说话就如办案一样 简练而准确 萧如风也听过沈月之名 若真的可以当堂对证 他倒也愿意回去解案 然后就在这时 与荒草之间突然窜出一人 此人白发青袍 身形犹如鬼魅 眨眼间 已到如风身前 竟向他猴头抓去 刚风袭袭 如风及闪躲间 将将避开了这致命的遗迹 去听狐龙在一旁高喊道 师父 快点救救徒弟啊 这老者竟是狐龙的师父 看来案件的背后并不简单 老者双掌 如鹰掌 昭昭之命 沈月眼界如风不敌 则挡在老者身前道 此人是刑不要犯 你无权杀他 还不速速离开 老者又欲强敌 只能专心对抗沈月 趁此机会 狐龙和萧如风 先后脱身 老者并不愿和刑部接仇 虚晃一招 跳出圈外 转身 投入荒草之中 土窟之中 狐龙正在祈祷 呼听背后 有人喝道 孽土 你竟敢刺杀当朝大员 今日 若不是我救你 你早已被押送刑部了 狐龙双膝跪倒 哭道 徒弟多谢师父救命之恩 雇主答应过我 事成之后会有重谢的 那老者冷哼了一声 取过一只毛笔 在手心上写了一个名字道 雇主是不是这个人 狐龙在师父的逼世下 不敢撒谎 他惊讶地点了点头道 您老人家怎么知道的 老者呵呵笑道 为师下山一趟 在我回来之前 你千万不要离开此地 否则连我也救不了你了 再说香如风 逃亡多之后 来到了一个小镇 口中着实即可 于是敲开了一个房门 院中一位少年正在练武 江湖人家性格豪爽 兼有生人遇难 都愿意慷慨相助 少年送上清水 然后和如风闲聊起来 就在这时 小镇上的恶霸 牛二寻到此间 他听说少年的姐姐 年轻貌美 于是想仕途飞离 如风怎能见危险而不救 他轻轻几下 早已解开危局 可争斗中却发现 刚刚练武的少年 身手确实不凡 特别是那一身的硬弓 简直如刀枪不入一般 恶霸走后 如风不解 上前询问 姐弟两个对如风很有好感 也不隐瞒道 我们的爷爷 名叫石天琼 当年拜名师 学得樱爪拳和铁布山 两项神功 可他的师弟 却想独霸天下 于是在韭菜中下毒 毒害了爷爷 家父未报此仇 寻找仇人 三十年未过 林死泉将铁布山秘籍 传给我二人 并让我们继承他的遗志 练成武功 替爷爷报仇 如风见他们 除了铁布山厉害外 其他武功均是平平 于是将自己最为得意的 三十二路弹腿 交给了少年 少年大喜 作为交换 将破解铁布山的独门执法 铁纸寸 尽传于如风 如风乃虚武天才 他本来早已就高 研究之下 早已懂得了精髓 苦练十余事后 直立苍劲 虽然无法击破铁布山的防御 却可以通过手指的攻击 找到铁布山的气门 精灵脚下的一所客栈中 行不上书 崔翰自外走入 忽听在阴暗处 有人低声道 师弟 你身为二品大员 却私自离京 有什么事情 需要你亲自出手呢 崔翰知道来者是谁 于是冷冷地说道 师兄 你我二十年未见 看来你身体倒也硬朗 来人正是胡龙的师父 他直入主题道 你利用我徒弟杀了刘公公 并嫁祸给萧如风 如今你是想来杀人灭口罢 可你要知道 他背后还有一个师父 崔翰头也不回地说道 我只知道 他师父并不是我的对手 二人凝视良久 白发老者话锋一转道 我想和你做一个交椅 三日后五时 我将胡龙绑复在青龙岩的村口 作为回报 你推荐我 作为一个正三品的官职 应该不难吧 崔翰不到万不得已 也不愿意跟这个武功 支笔自己略低一点的师兄翻脸 于是点头答应 青龙岩下 胡龙被绑复了双手 倒背在一根树桩上 崔翰已经走了过来 山峰吹动着他雪白的胡须 行步上书眼中 闪过一丝恶毒的光芒 身掌向胡龙的天灵打来 哪只胡龙忽然能动了 他的手里不知何时 多了两柄利刃 双刀齐出 已经刺中了崔翰的咽喉 他师父早已嘱咐过 崔翰铁不扇的气门就在猴头 他在等待着对方的死亡 当今天下 也只有他胡龙 可以连杀兵步行步 两位上书 然而崔翰只是退后了一步 却并无大碍 高举的手臂依旧落下 大理应着手 无坚不摧的执法 胡龙顶门受到重创 当即死亡 可临死之前 却扯下了崔翰腰中的玉牌 胡龙的师父再想搭救 以示不及 他恨恨的说道 没想到 你的气门被你转移了 可我依旧能试得出来 师兄弟二人再一次展开了殊死搏斗 前一次 还是在二十年前 争夺鹰掌王时 崔翰智高一筹 打伤了师兄 这一次二人各自修炼 崔翰转移了气门 并且又偷偷地练习了一种绝技 他稳操胜券 却不想让师兄再一次逃脱 于是崔翰故意接连迈了几个破绽 把百慧 太阳 结侯 集权 四处大雪 让师兄击打 却双手护住了下阴雪 白饭老者猛的眼前一亮 突然着地滚去 探手正抓中 崔翰的下阴之处 鹰爪握紧 这最后一处死穴定是气门 他在等待着对方鸡蛋碎裂的声音 然而手心一空 却什么都没抓到 一直到死 他都不明白 为什么师弟没有了气门 难道铁布山再无破绽 崔翰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死之人吗 当萧如风遇到沈岳后 来到了这里 他们只看到乱岗上的两具尸体 呼隆手中的那块玉牌 让沈岳明白了真相 在崔翰的临时行宫中 萧如风和沈岳联手大战 行不赏书 崔翰应长 无往不利 铁布山没有一丝弱点 已成为了必胜之举 可沈肖二人 毕竟是当今人中龙凤 顽强抵抗 一时半会儿 并无性命之忧 崔翰不愿再废弃 于是顾忌重演 将周深穴道均暴露在外 任凭萧如风攻击 唯独护住了夏阴雪 如风目光锐利 立刻发现了问题的关键 绝顶高手的反应 完全一样 萧如风也是着地一滚 翻到崔翰身后 伸手抓去 然而五指着处 却空空如也 崔翰一声力叫道 我根本没有弃门 后背去死吧 他一找抓下 如风只剩下一个手臂 可以抵挡 沈岳拼命拿住崔翰 三人暴躁一团 就在此时 呼听姓时的那个少年 跳过围墙喊道 萧大哥 快点捅他的后脑 预诊学 萧如风文言 条件反射一般 伸直点去 点中的同时 但绝右手中 突然多了一些东西 原来 崔翰早已练成了 缩阳入腹的绝技 预诊学 竟是缩阳的开关 双弹尽碎 一代天才 野心勃勃的鹰爪 铁布山传人 就此命运皇权 遗学之法和缩阳神功 就此失传 全篇完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我是喜欢说电影的宣童 喜欢我的 就点下关注吧 公众号上还有本期文案 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 请扫码加入 将会带给你 不一样的心得体验 与人生感悟 好 好